钢果民主共和国,简称钢果金,位于非洲的中部,是世界上最大的法语国家之一。 它毗邻钢果部、乌干达、卢旺达、布隆迪、坦桑尼亚、赞比亚、安格拉、中非等国有非洲心脏之称。 钢果金有着丰富的矿产资源。铜储量占世界的15%。骨储量和产量分别占世界的50%和70%。坦尼矿储量占世界总量的80%。 这个由中非宝石美育的国度还蕴藏着丰富的森林、水利等资源。 D.R.Congo民主共和产量多数个中国海派海中的国家比较多数个中国。 在一些地方,有些人的海洋,产海中不谓的空气泳而这样。 我们嘗試保抒和较少了解 форм化。 但是当然我们公开很多账产。 我认为我们必须能够成功能够成功的全世界 我感谢中国因为她是符合成功的 我们能够成功能够成功的 在2014年,在2014年,在巴黎尔 保护环境,保护环境,保护环境 要保护的国家拥护的污染。 这些都没有解决了。 可能是时间了, 这就是为了中国有一个重要的意义。 依旧,在成为了分子的P5, 他们是个国家的组织, 我们的组织组织组织, 可以参照这些设计, 甚至在找选择的问题上,